他的名字叫做Renee 他今天要受洗了 有没有很神奇 上周来到我们当做新配偶 他这周要受洗了 当神在做事的时候 我们追都追不上 他速度就是这么快 那么今天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到我们教会的后花园 一起来 各位请坐 Good morning Amen 哇 上帝在做事的时候是很奇妙的 我们也要对Rencho Cookamanga的弟兄姐妹 还有Arcadia的弟兄姐妹 来祝福他们 Amen 昨天晚上我参加了Arcadia 其中的一个小组的幸福小组 My goodness 第一次聚会就来了11个新人 而且第一个昨天聚会 来的一个姐妹 就当场决定受洗 所以各位传福音 其实是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Amen 如果你们知道一个人的灵魂得救 是这么重要 你拍手一定会拍得更大的一点 各位 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一个人得救 成为上帝的儿女 连天上的天使都要为他欢呼 何况是我们的 Amen 所以各位 如果你没有传福音 没有带领人信耶稣 你不知道那种的 joyful 那种的兴奋 那种exciting Hallelujah So this is why 今天所有chance family 全部出现了 Yeah So praise God Amen Amen 所以各位 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 Amen 所以我要抓紧我的时间 很快地跟各位分享 你是上帝的A计划 告诉你旁边的 You are God's plan A Amen 意思是什么 上帝有A计划 他就没有plan B Hallelujah So you are so unique 你是这么独特的 Amen 我从小到大 应该说到老 都在挣扎一个问题 就是我怎么样让我的爸爸 可以肯定我 这是我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 一个最大的痛 感谢主 后来在我认识了耶稣之后 有一段时间 我仍旧是在这个问题里面 很大的挣扎 直到有一天 我遇见了耶稣的爱 我才知道 我是那么被爱的 除了地上的父亲以外 我还有一位天上的父亲 Hallelujah 地上的父亲可能不完全 但天上的父是无条件的爱 无条件的接纳 而且看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宝贝 Amen Hallelujah 所以感谢主 弟兄都是宝贝 姐妹都是心肝 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还有呢 在这个教会 我要鼓励 不管在Rancho 或者是Arcadia 包括Santaina的弟兄姐妹 我要鼓励你们 学会说一句话 跟我一起来说 这句话叫做 Amen Amen 好了 OK Christ God Amen 神祝福你 神祝福你 兄弟姐 All right 好 你是上帝的A计划 到底上帝的计划是什么 All right 圣经里面我们做基督徒 很久的我们都明白 就是耶稣 基督给他的教会 和他的儿女 有一个极大的使命 我们叫做大使命 弟兄姐妹 什么叫做使命 使命 就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事 就叫使命 Amen 各位你做父亲 你有一个使命 不管你爱不爱 你喜欢不喜欢 你做得好不好 你生了孩子 你一辈子 其中一个使命 就是要成为一个父亲 你说Amen吗 Amen 母亲也是一样 所以各位 什么叫做使命 使命不是 使命就是 你想做也好 你不想做也好 你方便也好 你不方便也好 你统统都要做 Amen 所以各位 耶稣基督 把大使命给教会 不是我有时间 我就传 我方便的时候 我就传 我有空 我就去会传 No 那不叫使命 再说一次 使命是一辈子 一定要做的事 Hallelujah 所以各位 耶稣给我们的使命 是什么 去传福音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Amen 就这么简单 两件事 第一 share the gospel 传福音 第二 使人成为 耶稣基督的门徒 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 请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行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 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这样 我就常常 与你们同在 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Go Go 不是想去才去 耶稣说你们 要去 这不是一个选择 这是一个must 这是一个必须 Amen We have to go 所以去做什么 去传福音 各位 耶稣基督救赎我们 拣选我们成为祂的儿女 祂要我们成为祂的门徒 什么叫做门徒 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我相信今天早晨 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是下了决心 要跟随耶稣的人 You say Amen Are you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不单是做主的门徒 耶稣说你们也要去 使别人做我的门徒 换句话说 You are not just only be a disciple You have to make disciple 你要帮助别人 能够做 耶稣基督的门徒 Amen 如果我们做这两件事 各位 你注意中文这里 他说怎么样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 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后来说怎么样 这样 各位 我很喜欢这两个字 什么叫做这样 如果没有做 上面耶稣所说的 就没有后面的这样 你懂我意思吗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做的上面 耶稣所吩咐我们做的 那么这样 意思接下来的 这一些神说 我要给你们 耶稣说什么 这样 我就常常 与你们 同在 Hallelujah 各位 如果我们不传福音 上帝跟我们 同在做什么 What's the purpose God with us 各位 你我需要上帝的同在 是因为 我们知道 我们去传福音 会面对许多的挑战 我们会面对很多的困难 我们会面对各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做不到 所以我们需要上帝 与我们同在 Amen Hello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不去传福音 我们也不带人 做耶稣的门徒 那么上帝跟我们同在 做什么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相信 我奉主的名宣告 New Life 是一个使人 做耶稣基督 门徒的教会 我们也是一个 肯传福音的教会 Amen 我自己 在过去的这半年里面 我很多的悔改 在神的面前 没有一件事 比这件事更重要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说 这是我给教会 给上帝的儿女 最重要的 大使命 Amen 我再说一次 什么叫做使命 就是一辈子 都要做的事 告诉你旁边的人 一辈子都要做 Hallelujah 所以go 不是一个名词 go是一个动词 是一个action 所以各位 但是耶稣明白 门徒要出去传福音 门徒要出去使人 做他的门徒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所以耶稣吩咐门徒 在他们出去之前 他们要等候 父所应许的什么 圣灵 OK 我们一起来念 史路信传一章八节 但圣灵将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所以各位 门徒需要从上头来的能力 耶稣知道 没有这股能力 门徒是不可能 带人信耶稣 没有这股的能力 我们没有办法 看见人生命的改变 所以耶稣吩咐门徒说 你们出去之前 你们要先领受 从圣灵来所赐的能力 而这个能力的目的是 叫我们能够怎么样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Amen 这个见证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将基督表明出来 将耶稣基督的救恩 显明出来 Amen 各位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各位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 约翰福音第一章 那里告诉我们 十七节 没有人看见过神 只有父怀里的独身子 将他表明出来 所以耶稣来到 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 有一个很重要的mission 就是彰显父神 因为从来没有人 看见过父神 但现在借着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上 将上帝显明出来 让人看见 Amen 那么同样的耶稣基督复活 升天以后 谁将耶稣显明出来 什么圣灵 就是你啦 Amen 我就知道 你们就是很喜欢 退卸责任 你知道吧 最好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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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神 你自己来啦 各位 我们的责任 就是显明耶稣 Amen 就像耶稣的责任 是显明他的父亲上帝 Hallelujah 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 对吧 神的儿女要怎么样 显明他的父亲 是吧 所以各位 所以耶稣知道 如果没有圣灵帮助我们 我们很难做得到 很难做得到 所以各位 做见证 就是讲述上帝荣耀的作品 所以各位 我们可以看到 Go 我们能够去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Holy Spirit 圣灵 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来帮助我们 Amen 再一次告诉你 旁边的人 Go Go 我看到有人说 You go I'm not go All right OK 第二个 耶稣基督也赐给他的门徒 有一个什么 大 大 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到三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念 请你要尽心尽心尽意 尽力爱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 Love Love 要爱 耶稣给门徒最大的诫命 给他们的吩咐 就是要爱 而这爱有分两部分 第一个 爱神 第二个 要爱人 第一 爱神 第二 要爱人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牧师怎么爱神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 我念给各位听 耶稣说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Amen 很简单 怎么爱神 耶稣说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各位 今天我们身为神的儿女 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有没有主给我们的命令 有没有 有没有神给我们的话 有 有人的版本家里面多的是 什么普及版 灵修版 什么版都都有 什么样的圣经解释 中文的 英文 各方面都读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不是读经 最大的问题是 Obey Amen 所以圣经的耶稣 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爱神的 不是你去教会 每个礼拜 参加很多的聚会 你也守十分之一 你也去教会 参加小组 你也参加教会的服事 which is good 你也做很多很多的 各样的服事 去mission 或者做什么样 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但是没有一件事 比遵行神的话 更重要 Amen 所以耶稣说 有了我的命令 而怎么样 有遵守 这人就是爱我的 接下去耶稣说 这样的人 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向他显现 多么好 当我们愿意 这样去做的时候 不但是天父爱我们 耶稣说 我也要爱他 而且要向他们显现 所以各位 那问题就来了 第二个 耶稣说 要爱人 我们怎么要爱人 爱那些 看起来你旁边的这些人 都很可爱 对吧 这两天 我看到 Joy爱她的 Fiance Lidia 可能还不知道 很多人 Lidia今天在我们当中 他们即将就要结婚了 你们不感兴趣吗 是不是有一些 女孩子嫉妒了 我看他们这两天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 这个 Joy这样 献殷勤的 真的 He do whatever he can do 我真的看到 当那个爱在里面的时候 哇 那种动机超强的 你知道吗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不是坏事 不要怕 什么事都愿意去做 哇 我真的觉得 但那个爱在里面的时候 哇 真的是 那种Dry 那种驱动力 是非常强的 但是爱这么Lidia 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不难 人家爱那些 看不起 你看起来不起眼的 甚至你觉得 你根本连碰都不想碰她的人 这就很大的挑战 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跟几个弟兄 我们出去 Santa Anna的Downtown 去传福音 我不会讲西班牙文 所以我去的时候 我就问了一个人说 西班牙语里面 耶稣爱你怎么说 他们说 西班牙语叫Crystal Day 我就学了Crystal Day 然后我们就出去传福音 我就发单张 每碰到一个人Crystal Day Crystal Day 然后就碰到有一个人跟我讲 用西班牙语跟我讲 我说No more Just one Crystal Day 所以我们一边传一边传 我就来到了Santa Anna Downtown里面有一个laundry 一个洗衣房的地方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人 喝醉酒 然后就在那个 你知道洗衣房 有那个折衣服的桌子 对不对 他就坐在那边 晃啊晃啊晃啊 我就把我的福音单 拿过去给他 我说Crystal Day 他说No friend 我说没有朋友 我说No no no Crystal Day Jesus is your friend 他说No friend 那我就 他就这样讲 然后就感觉到 人生很没有盼望 因为没有朋友 没有真正的朋友 那我就再一次跟他讲 我说I am your friend 哇你知道 牧师就是很有怜悯的心嘛 对吧 就说I am your friend 他一听到 我愿意做他的朋友 他忽然间从桌子跳下来 然后就抱着 我说Oh friend Friend 就这样抱得紧紧的 当他抱我的第一刹那 我只有一个祷告 主啊 封耶稣那边离开 你不知道他有多臭 他就是一个Homeless 你总臭到那种地步 Oh my goodness 而且那个头发都是黏在一起的 不晓得多久没有洗过头发了 然后满口的酒味 然后抱着我一直摇 Oh my friend My friend My friend 我说Let me go 当我离开的时候 圣灵就告诉我 这人你里面根本就没有爱 我当下走在圣塔安来的街上 我就哭了 我说神我承认 我没有办法 我要爱在座 今天早上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It's not difficult 因为你们这么可爱 你们这么漂亮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可是我们要服侍这样的人的时候 就显出我的里面有没有真实的爱 所以各位下个礼拜 Justin跟Ricardo来 You have to be here 为什么他可以做成这样的事 一个过去在台湾外交部里面 在那边工作 而且有相当相当高的待遇 为什么放下这一切到Tijuana 就是去爱那些 耶稣要爱人 Amen 所以各位 要爱人 耶稣说你们要爱 耶稣说的爱是什么样的爱 如果你有机会可以看 你回去看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我念给各位 耶稣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这样 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各位重点就在这里 不是我处于天然人的爱 如果你没有被耶稣爱过 你就根本不知道 什么爱 你没有经历过爱 你就不知道 什么叫做爱 Amen 每一次当你看着 十字架的时候 你想到的是什么 我原本是一个很不可爱的 但是耶稣竟然为我付了最大的代价 我就知道 什么叫做爱 我记得我高中 高三的时候 从小到大 到教会里面去 人都看我是乖乖排 觉得 哎呀 这个人从小到大 教会长大 That's good Very good Good boy 但是我只有我知道 我里面是一个什么女人 我做了很多 我父母不知道的事情 我拿了我妈妈 我妈妈辛苦地 给人家做庸人 拿了 赚了一点的钱 为了我能够读好书 所以她给我去补习 我拿了补习的钱 我就去看电影 每天时间到了就回家 妈妈说 哎呀今天补习班怎么样 我说太棒了 那个老师教得很好 各位你知道吗 我妈妈辛苦 给人家洗衣服 帮人家做事情 所赚的钱 为了我把书念好 所以呢 送过去补习班上课 但是我拿的钱 我没有去 我拿的钱去买电影票 跟我同学 跟我朋友去看电影 直到有一天 我妈妈 急事找我 打电话到补习班 给班主任说 赶快叫你们 里面的一个学生 陈振荣 家里有急事 请他赶快回家 那个班主任 找他再找 说我们这边 没有这个人 我妈妈说 你再确定一下 一定有的 她说没有 从来没有这个人 我那天回家 时间到了 我回到家里面 我说 哎妈 我妈说 今天上得怎么样 我说今天很好 那个老师 特别那个数学老师 真的很棒 我妈妈看着我说 儿子你去哪里 我说我就在 服习班 她说我打电话去 服习班说 没有这个 我当下 我不知道我的脸 要摆到什么地方 我妈妈这么辛苦 去做人家的用人 我却是这样苦 直到有一天 我去到教会 参加团庆的时候 那天我唱了一首诗歌 那个时候 带领十个人唱了 十字架 仍然有空位为你 我才忽然间 明白我是一个罪人 我需要上帝的爱 我需要上帝的救命 我想改 但是我改不过 那天我跪在 那个台前 我痛哭在神的面前 我随然从七岁 跟着我父母去教会 十年到我十七岁的时候 我才真正的重生的救 从那天开始 我的生命被改变过来 因为我知道 有一个人 在那个十字架上 为我付了一切的代价 所以今天 我才有机会站在这里 Hallelujah Amen 如果你没有被爱过 你就不知道 真要去爱你 所以耶稣说 你们应当彼此相爱 我怎么爱你们 因为你要这样彼此相爱 所以各位 不是用你我天然人的爱 是要用耶稣的爱 去爱我们周围的人 所以 没有一个人是耶稣不能爱的 Hallelujah 没有一个人是耶稣不能爱的 不管你的光景怎么样 不管你的身份什么 你的地位是什么 没有一个人是上帝不能爱的 Amen 所以各位 请不要随便的对待一个人 不管他来是什么 不管他的背景是什么 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 We still love them 因为那是上帝所爱的 听说这边 你知道吗 他们是上帝所爱的 耶稣说 用我的爱 去爱你周围的人 Amen 所以我们知道 坦白讲 我必须承认 好难 不容易做到 所以为什么 保罗这样说 一起来念 来 罗马书五章五节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如果没有圣灵帮助我们 把父神的爱 把上帝的爱 浇灌在我的里面 我根本没有办法去爱一些 我看起来不可理喻的 Am I right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 我的父亲就是 在我眼里 就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 我到要出国 到美国来念书之前 有一天 师母跟我两个孩子 我们去跟我爸爸 不晓得谈什么事情 结果那天 我爸爸情绪很不好 忽然就 动手就打我 把我的衣服都失联 师母跟两个孩子 吓了半生 站在那边一直看着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生都在挣扎 父亲的 但是后来 感谢主 我在美国念完书以后 我拿着我的学位回去 跟我爸爸重新和好 那是我 一辈子第一次 跟他拥抱在一起 两父子哭在一起 你知道那天 对我的心 有多大的释放 我爸爸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以为你们都很看不起我 因为我六年级的时候 我的父亲事业失败 一直到他过世 他几乎是没有工作 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在做 我妈妈一个人在工作 来扶持这个家 我十七岁的 十五 对 差不多十六 十七岁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心里面 我从年轻的时候 就有一个想法 我很想 趁着他睡觉的时候 拿刀子 干掉他 我们这一家的痛苦就没了 但是感谢主 后来上帝 将他的爱 浇灌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后来 我有机会 跟我父亲和好 当我回去的时候 跟我的父亲 重修和好的时候 对我的生命里面 有极大的释放 所以那一次 我要回来美国的时候 我父亲很开心 去买了一套 全新的西装给我 他说 儿子你是牧师 你上台要穿这个 这个比较正式一点 我就一直不肯拿 我不肯拿的原因 不是不要 他买的是他的style 那个老人在穿的那种西装 我就觉得 不用了 我上讲台 我不穿西装的 他说 儿子你要穿的西装 你穿这个西装 就想爸爸 我说 天哪 最后我把它拿回来 我还是拿回来 我就挂在我的 我的衣橱里面 挂了很多年 结果我老大 Samuel 有一次也会回去看爷爷 爷爷也很开心 也买了一套 然后回来 我儿子跟我说 跟你一样 各位 但是 但是 不能如何 那就是爸爸的爱 Amen 各位你没有被爱过 你怎么知道什么是爱 当你失去那份爱的时候 你知道那种 那种的挣扎吗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 没有经历过 所以后来 我有了儿子的时候 我就太过溺爱 我爱到现在 有时候都还给儿子送便当 我后来有一次 我就想 我儿子都已经三十几岁了 有两个儿子了 我还给他送便当 但是有一天 我就问神说 What's wrong with me 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圣灵让我看见 我在弥补我从小所失去的 我透过送便当 给孩子的时候 我感觉到 那个父亲的爱 Amen I don't care你怎么想 But I will continue to do this 因为 I'm hungry for love 我渴望 那个父亲的爱 所以在去年 COVID-19一刚开始 我父亲过世 我没有办法回去 那将是我这一辈子里面 最大的痛 所以最后 我在这里亲自做了一个影片 送回去台湾给我弟弟 我说他葬礼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把这个影片 送给我们家族的人 I'm proud of my father 我觉得 谢谢主 透过他把生命给了我 Amen 没有他把生命给我 我没有今天 我感谢主 我感谢主 所以各位 我再说一下 Love 没有圣灵把我们 没有圣灵把上帝的爱 浇灌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很难去爱 Amen 告诉你旁边的人 Love 要爱 第一是什么 要去 第二是什么 要爱 第三 大合一 耶稣离开门徒之前 耶稣对他们说什么 我们一起来念 来 你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经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一 向我们合而为一 我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 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 让世人知道 你猜了我来 并且知道 你爱他们 好像爱我一样 Wow 父神怎么样爱耶稣基督 他也是这样的爱我们 Amen So we declare we have a good good father 我在说 包括我在里面 地上的父亲都不完全 但是有一位 爱我们的天父 Amen 我真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爱 I pray for you wish someday you can experience the father's love 这个没有条件的爱 这个舍己的爱 这个永不放弃的爱 所以耶稣说什么 耶稣离开门徒之前 他向神祷告 他说父啊 使他们合而为一 像我们合而为一样 Wow 各位 坦白说 合一不简单 Amen 如果我们要去传福音 传福音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 传福音绝对是两个人以上的事 所以耶稣为什么 他拆他的门徒 两个两个出去 Amen 所以各位 我要说 传福音是一个团队 不要自己一个人传福音 You gotta find someone with you Amen 而且团队是有力量 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 要他们合一 可见 各位你知道为什么 耶稣要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我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才是真正的主导文 就是耶稣基督的祷告文 而耶稣只祷告一件事情 不是 More power More wisdom More knowledge More authority No 耶稣说 父啊 叫他们合而为一 可见门徒那个时候 很不什么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如果他们已经做到了 耶稣就不需要为这个事情祷告 可见门徒那个时候 相当的不合一 所以耶稣要离开的时候 就担心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不能合一 不能合一 怎么传福音呢 人一进来的话 一看就看清楚了 对吗 如果我跟师母 每天都在演铁公鸡 你知道铁公鸡的意思吗 每天都在斗嘴 他斗我斗他 他斗我斗他 斗到两个人满头包 如果人家我们要传福音 人家一进到我们家 看到他 我满头包 或他满头包 你觉得有人会想要信耶稣吗 Amen 他想我信了以后 我的包比你可能还更多 各位 所以不合一 根本就没有办法传福音 你懂我意思吗 Amen 所以Jesus pray for them together Hallelujah 各位既然不是一个人 可以做得到 要一起来做 那么各位 两个人以上 就一定会有问题 对吧 Hello 想法不同 看法不同 做法不同 Amen 连方法都不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合一 所以各位 约翰福音13章 14章 15章 17章 都在提起彼此相爱 耶稣说 你们若彼此相爱 人就认出你们真是我的什么 各位 门徒的记号就是 Love for each other Amen 告诉你旁边人 不管我好不好 一定要爱我 Hallelujah Amen Amen Hallelujah I have no choice Amen Yeah There's no choice Amen 这是 这是命令 Amen 各位命令是什么 就是一定要做的事 对吧 如果你在军队里面 当兵你就知道 班长说 想要转 Yes sir 向左转 Yes sir 你有完没完啊 一会左边一会右边 你干嘛 你敢这样跟班长讲吗 给我左转 Yes sir 再左转 Yes sir 再左转 Yes sir 你有完没完啊 各位什么叫那命令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你必须做 Amen 我再说一次 It's not a choice That's a command 这次请你告诉班别人 我一定要爱你 Hallelujah Amen 所以各位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耶稣说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要常常住在 我的爱里面 耶稣自己也常常住在 父的爱里面 所以各位 容许我这样说 合一 是向事件 见证上帝的能力 最好的方式 Amen 各位初代的教会 根本没有什么 幸福小组 我告诉你 初代的教会 就是彼此相爱 神就把得救的人数 天天加给他们 Amen 因为人进来里面 哇 这群人怎么可能这样相爱 我告诉你 我常常最近的讲 做得不够 叫亏欠 做得刚刚好 叫做应该 做到超过 那叫感动 Hello 我不知道你现在 是在哪一个地方 是亏欠 还是刚刚好 那应该 做到超过 那才会带来感动 Amen Hello 感谢主 Chance Family 都是做超过的 Praise God Amen 我们在Arcadia 有一个姐妹 因为常常跟 为了船船去hiking hiking的时候 在爬山的过程里面 就听到有一个人 哇 觉得爬得蛮吃力的 他说我下个礼拜 如果来跟你爬 我一定要去买个登山帐 结果小 那个小组长 在走路的时候 就听到这句话 就听进去了 他就带着 他的一个主员 就去买了登山帐 然后亲自两个人 开车 送到那个木道友的家 砰砰砰砰砰 他说 登山帐已经给你买好了 下个礼拜 请你再来 那个木道友 感动得不得了 各位 他有必要这样做吗 他没有一定要这样做 但是爱到超过 就会带来感动 阿们 他一定要做超过 OK 记得 所以各位 合一 真的 不如 容许我这样讲 教会当我们愿意开始 这样做的时候 各位 神一定会将得救的人数 天天加给我们 不是只有教会 弟兄姐妹 合一 你在家里 跟你的配偶也要合一 阿们 你跟你的孩子们 也要合一 阿们 因为能看到一个 基督化的家庭的时候 他们就会羡慕 也要渴望 成为这样的家庭 阿们 所以各位 You have no choice I have no choice 我已经很久没有讲过这个 我记得 你知道我 你们都知道 我很爱陈师母 对 但是我讲的不算 他讲的才算 对 真的 有一次 我在好多年前 他就跟我讲说 你 怎么死性不改 这个每一次洗澡的时候 衣服脱起来都是反面 你给你讲多少次 你可不可以把衣服再翻过来 因为这样洗才会干净 我就知道 OK 尽量 到一个地步 我就不知道怎么脱衣服 我每次脱起来的时候 都不知道这是正面还是反面 都变得很困难 很痛苦 所以做了几次以后 干脆算了 不换了 然后师母就跟我讲 你再这样我就不给你洗 我下最后通牒 他感谢主 我们结婚38年了 他还在洗 我很谢谢陈师母 因为他选择爱我 我知道我不好 但是我觉得 在这38年的会议里面 他选择接纳 原谅我 然后继续做 为我做一切他该做的事情 阿们 这是我从心里面讲的 所以各位 I have no choice 对不起 She have no choice Just kidding 所以各位意思是什么 如果真的爱在里面的时候 你会愿意为对方做一切 阿们 所以各位 合一容易吗 坦白说 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合一的 很容易就不要了 所以我们看到 保罗又告诉我们 怎么能够做成合一 一起来 用和平 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 何而为一的心 各位 什么叫竭力 竭力这个字 原来的意思是 Pull your heart to someone 把你整个的心 淘出来给对方 Wow 坦白说 何一真的很挑战 如果我们当中已经结了婚了 一定明白我在说什么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有多少夫妻吵架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自己的配偶 真的不可理喻 我曾经听过有人讲 我正下了眼就嫁给你这种人 如果我正好讲到的是你 那一定是神的旨意 我倒了八辈子的霉 才会跟你在一起 我上辈子是欠你的 听过这些话吗 Hello 你当然没有啊 欢迎加入受苦受难的行列 他现在 他想的全部都是霉的 我告诉你 弟兄 醒过来 真实一点 Amen 但是感谢主 为什么我们能够有影响力 就是这么难 But we do our very best 劫力去保守圣灵所赐 而为你的心 Amen Whatever 你能够领受就领受 没有的话我就为你祷告 所以各位 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 Go Love Together Amen 这是耶稣给教会 给所有的基督徒 最三件最重要的事情 大使命 大诫命 大合一 一起做成神的工作 但是很快的 我要讲 这中间都有一个关键 就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 Empower 他们能力 出去传福音 圣灵 Empower 他们将上帝的爱 浇灌在他们里面 圣灵 Empower 他们 使他们可以竭力的 怎么样 可以 合一 Without the Holy Spirit I have to say almost impossible 圣灵到底是谁 很多人 圣灵是火 圣灵是油 圣灵是鸽子 圣灵是风 我都不知道了 各位 圣灵不是油 不是火 不是鸽子 那是他彰显的时候的 什么 的现象 Amen 我举个例子来讲 有人说圣灵好像大风吹过 圣灵好像一阵风 那个风原来的意思叫 Breath 希伯来文叫 Lua 神的灵 神像亚当吹一口什么 气 原来叫风 或者气息 吹进他那里面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是 有时候圣灵像风 对吧 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 尼格迪姆 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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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进神的国 耶稣说风怎么 圣灵怎么样 随着自己的意思 所以怎么样 圣灵也是这样工作 对不对 圣灵 你我虽然看不见 当大家工作的时候 我们一定可以看得到 Amen Hello 各位 注意看这张纸 看到了没有 看到风了没有 有 有没有 没有 你肯定说没有 我再吹一次 真奇怪 我们看不见风 但是风动的时候 会看到那个现象 对不对 各位 这几天不是风很大吗 我们知道 KD有一个弟兄 家的后院 搭了大卫的帐物 哇 好漂亮 喝茶什么都在那里 这风一来 啪 昨天全部都不见了 我就跟他讲 大风吹过 复兴来了 Hallelujah Amen 所以各位 你看不见风 但是当风来的时候 那股力量 You can experience Amen 所以各位 圣灵是什么 圣灵就是神 从创世以来 创世记 第一章第二节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圣灵就是那位创造的神 Amen 所以不要把他当 It It's Him All right 所以各位 耶稣离开门徒之前 他说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再一次 耶稣又说了 我又要求夫妇 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慧师 我告诉你 我做基督徒到现在 这三个字我还是读不懂 什么叫做保慧师 OK 我很快地跟各位 这个字叫做 Advocate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可以翻成 辅导 咨询 辩护 教练 安慰 等等 所以这个字 到底耶稣说 我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慧师 所以第一位保慧师是谁 第一位保慧师就是耶稣 所以耶稣离开了以后 他说我向神祷告 向父神祷告 另再赐给你们一位 叫Holy Spirit 圣灵 所以换句话说 耶稣所做的工作 耶稣离开之后 谁接下来工作 这个工作 圣灵接下来这个工作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 在希拉文叫做 Para Kratos OK 我从父那里猜 猜来给你们的保慧师 就是从父那里出来的 真理的圣灵 他来到的时候 要为我做见证 什么叫做Para Kratos OK Para的意思就是 Alongside 站在你旁边的 站在你旁边的那位 那Kratos To Call 就是有一个人 站在你的旁边 随时听你的猜浅 好了 这样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去过法院的 你们是哪里来的 去过法院没有 没有啊 没有这样 好怪异啊 去法院不一定都是坏事 对不对 没有去过 All right Anyway 如果你去跟人家打官司 你旁边一定要有一个 辩护律师对吧 He defend for you 对呀 He speak for you He protect for you Right 所以各位 圣灵就是这个字 站在旁边 Defend你的那个人 替你做见证的那个人 替你辩护 替你解释 替你开路的那个人 Amen 甚至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怎么样 你有没有看到 美国最流行的时候 我可以 I have the right to keep silent Talk to my lawyer Right 所以你当你不知道 该怎么讲的时候 他会教你怎么讲 Amen 他会帮助你 他会咨询你 他会辅导你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 就是这个字 Para Kratos 所以我要告诉你 圣灵是你我这一辈子 最好的伙伴 Hallelujah 圣灵是你我这一辈子 最好的partner 因为他可以帮助你我 做到我们做不到 所以要把圣灵 各位我们常常向神祷告 我们常常向耶稣祷告 我们很少跟圣灵说话 圣灵不是油 圣灵不是鸽子 圣灵不是风 圣灵是神 是耶稣基督离开了之后 他拆了一位宝慧 是来在你的身边 to stand by alongside with you and waiting for you call Amen 我告诉你 你没有跟圣灵一起同工 你亏大了 你我常常用自己的方法 在那边fight 在那边说 在那边要defend Come on Let the Holy Spirit help us Let the Holy Spirit help us Amen 他做比我们做得更好 Amen Hallelujah 所以需不需要被圣灵充满 Yes we need it 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各位 圣灵 他来要做什么见证 各位大家谈到圣灵的时候 堂堂谈到的就是power 能力 testmoney ministry 我告诉你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 圣灵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不但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更重要的是 见证 我是上帝的儿子 罗马书八章十六节 圣灵亲自 OK哦 我再说一次 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 一同证明 我们是神的儿灵 上个礼拜 Joy讲了什么道 土人 儿子的灵 怎么同一篇信息讲出来 结果结论都不一样 他上个礼拜的题目就叫做 儿子的灵 The sun shed 各位 圣灵 英文圣灵说 God's spirit touch our spirit and confirm who we really are Wow I love it 圣灵 跟我的灵 接在一起的时候 碰触在一起的时候 confirm 确认我到底是谁 No I am the son of God 我就是神的儿 Amen 所以他来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见证 你我是上帝的人 你说为什么需要有他来 见证我是神的 因为我们的旁边 有一个accuser 有一个控告者 各位你到法院里面 一定有被告 还有什么 还有控告的人 对吧 各位你不要忘了 你成为一个基督徒 一定有人要控告你的 启示录十二当地 因为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 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 Hallelujah 那位控告我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那昼夜 不断地想办法 控告我们了 It's defeated Amen 他控告我什么 你不够好 你过去干了什么样的勾当 你就是不够资格 一天到晚 让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不能 He's an accuser 各位魔鬼 这个字什么叫做撒旦 撒旦的名字就叫 accuser 他就是那位 周围在神面前 不断为我 控告我们的那一位 各位 有多少时候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都很谦卑 哎呀我不行 哎呀我不行 各位你知道 你在替撒旦背书 你知道 但是你也不用说 我行我行 那又太骄傲 你要讲 靠着主 我凡事都能 可以吗 可以 你不要说 那不是说不行不行 那以后我都讲 我行我行 你一定要讲 谦卑一点 来 靠着主 我凡事都能做 Amen 但是不要忘了 你不要说哪意 撒旦随时会跟你讲 我知道你上个礼拜做什么 OK 你没有办法的 你不够资格的 你不够好 他昼夜不断 他不会停止的 Until我们相信 他的话 Amen 但是各位 当有人控告 我们的时候 感谢神 有一位 Defender Hello 有一位辩护律师 他的名字就叫做 Holy Spirit Hallelujah Hallelujah 弟兄姐妹 He will confirm you It's really who you are 等一下出去的时候 走路要有风 OK I am son And I am the daughter of God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That's real 当一个人的身份 被确定了以后 整个的生命 会有极大的能力 在你的里面 So many people struggle identity Right 这个世代 尤其这个世代 Who am I Accuser 已经被摔下去了 各位 Don't believe that 他没有权利控告你 为什么 一起来念 因为凡被神的灵 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 不是奴仆的心 人就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他 阿爸 所以鼓励各位 下一次祷告的说 爸 Amen 靠近一点好吧 你知道我的小孙女 来到我的面前 不是 哎呀 新生命令良堂主任 牧师 陈牧师你好 Give me a break 他来一看到我就 I go 我就 就跳上来 就这么简单 Am I right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还需要闻粥粥的吗 Hello He is my father Amen 有多人 你在你的祷告里面 最近我听Pastor Ming 就分享 Baby他下一次 讲到的会分享 他最近有一个 很大的突破 就是他觉得 他跟上帝的 父女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深入 有一个突破 我能够感觉得到 他在讲什么 有很多人可能 信了耶稣很久 But you still don't know God is your father All right 我很多要讲 但是我想 各位 没有人能够控告 神所牵循的人 Amen 因为有神称我们为义 谁能定我们的罪 No one can accuse us and can condemn us Amen If God help us No one can against us Amen 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后世 我很快地要讲 各位什么叫做后世 就是adoption 被领养的 各位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其实是一个被领养的 一种概念 各位领养的 在我们华人的背景 就是那种 适等的被抛弃的 不是属于自己的 这个领养 adoption 就是领养一个孩子 各位我们在耶稣基督 的救恩里面 是被上帝领养 成为他的儿子 这是原来保罗在讲的意思 我们是redeemed by the blood of Jesus 我们因为耶稣的宝血 我们被赎回来 但是各位你知道 在耶稣那个时代 罗马时代里面 对于adoption这个观念 其实是一个很尊荣的观念 是一个honor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被领养了之后 他的名字会改成 那个领养他人的名字 换句话说 从那一刻开始 他可以拥有 他所有一切的产业 在罗马那个时代 只有贵族 才有权力领养 我再说一次 只有贵族 或者是皇室 才有权柄领养 所以你被领养的时候 意思就是 you are selected 你是被拣选的 被挑上来的 哇 每一个人被领养的时候 他们觉得无比的荣耀 因为我可以承继这个家族的名字 Amen 而他所有一切的产业 我是其中一个有份的人 跟我们今天 很不一样 所以在罗马那个时代 富裕的家庭 才会有做这样的 或者是他里面没有孩子 或者是他们想找一个 孩子可能都不是很争气 所以他们领养一个 然后来栽培他 所以各位 领养绝对不是孤儿的概念 在那个时代 是一个继承产业的概念 是跟亲生的 没有什么两样 尤其在罗马那个时代 要领养一个孩子 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是很贵的 他要付给他这个 领养了孩子的家人 一大笔的钱 而且这个整个的程序里面 我不多讲 非常非常的难 所以一个人被adopt的时候 他是非常honored的 所以怪不得耶稣说 你们是我用种价买回来的 He paid a price on the cross 他在十字架卖输了我们 所以各位领养 绝对不是一种羞耻的记号 而是一个荣耀的记号 Amen 所以做神的儿女就是这样 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Amen 我们不单是有地上的父母 我们还有一个天上的父亲 结束之前跟各位分享一个人 这个人 他的名字很难念 这个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OK 我简单讲 他的 他的last name叫做 Genderly Genderly 前面的时候阿布都拉什么什么 这很难念 OK 因为是一个叙利亚的移民 来到美国的 所以呢 他的名字非常难念 我简单给各位 这个Genderly 他在大学 在旧金山那边 他在念书的时候 他认识了一个德意的美国人 是一个天主教的家人 一个女孩 很漂亮 所以呢 他们两个人就因为认识 彼此相爱 最后呢 他们还没有结婚 就有了一个孩子 所以呢 那因为这个 这个女孩子叫Joanne 那Joanne是一个非常传统的 德国家庭 是一个天主教徒 所以他们觉得 怎么可以跟穆斯林结婚 所以后来的父亲 就强迫他们一定要分开 那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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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derly 他就没有办法 然后他也不敢 他也没有能力 去 去抚养这个孩子 所以最后就跟这个Joanne 两个人分开 那Joanne分开了以后 他的爸爸就 Force 他一定要把这个孩子 给出去 你不可以 有这个孩子 所以这个Joanne 也最后没有办法 就把他的孩子 给了一个 兰岭阶级的 Mecanical 一个机械工 做机械的 所以呢 很可惜 后来他的孩子 长大以后 才认为非常成功的人 是 这个爸爸到 八十多岁的时候 他还一直 他用各样的方式 Email 各方面跟他的儿子联络 但是他的儿子 一直到 他这个儿子死 他的儿子 比较早过失 到他死之前 连一通电话 都没有给他的爸爸 他没有办法原谅 这个爸爸 为什么将他抛弃 待会我再跟各位分享 所以这个爸爸 曾经讲的 他说 我一辈子 我愧疚了一辈子 我盼望了一辈子 我努力了一辈子 始终得不到 儿子的原谅 如果在我有生之年 能够跟他喝一杯咖啡 我会觉得 我的人生 已经满足了 那很可惜 他的儿子 比较早过失 到他儿子过失的时候 一通电话都没有 这是gender 同样的 我分享另外一个女孩子 这个人 叫做Lisa Lisa现在是美国 非常出名的自由作家 Free article 她几年前写了一本书 叫做小人物 非常有名 如果你去Google上面找 都可以找得到她 而她也有 她的故事正好想法 她也有非常出名的爸爸 而她的爸爸也是 同样在college的时候 跟她的母亲两个人 也是因为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 现在年轻人都等不及了 OK 所以呢 就有了她 那生下来之后呢 这个爸爸呢 就一直否认 这个女孩子 这个女儿是她 直到后来 他们去做了DNA检测 的确是她的女儿 但是这个女儿 后来成了一个 有名的作家的时候 她写了一本书 就是小人物 她说 我的爸爸是一个 非常出名的人 她说 这个Lisa 她也在挣扎 她说什么 我 是我父亲 这一生 伟大的故事里面的败笔 哇 各位 你能够想象 这个女孩子 觉得自己 在她父亲 一生的功名里面 给她父亲 留下了一个 最大的污点 所以她一直觉得 自己是一个 没有价值的人 自己害死了她的 不是害死了 就是 就是 damage她父亲的 reputation 所以她一直活在 那种 shame的里面 那种羞耻的里面 她觉得 我的父亲 一生的丰功伟伟 却因为我 而有了一个 一个 一个 所以呢 她自己这样说 对我父亲来说 我显然不够优秀 而她从小到大 渴望父亲的爱 但是她所领受到的 却是伤痛跟伤害 到最后 她父亲曾经跟她 讲过一句话 你不要想从我这里 得到任何的东西 虽然她的父亲 非常成功 非常有名 非常有钱 但是她的父亲 跟她讲过一句话 你不要想从我这里 得到任何的东西 一个八十岁的人 一个年轻的 自由作家 他们都经历了 同样的事情 而你知道吗 这个人的儿子 跟这个人的父亲 是同一个人 你懂我的讲话 这个人的儿子 就是这个女孩的父亲 他的名字叫Steve Jobs 苹果的创办人 Steve Jobs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 比她更有钱 几千亿的资产 美金几千亿的资产 在她的传记里面 如果各位你有趣 她的故事拍了一部电影 叫Steve Jobs 她写了一本自己的自传 如果你有很厚 有机会去看 她的自传里面 一直在提一件事情 我到底是谁 顾未白 所以所有跟她同事过的 包括她的家人 包括她的同事 都说 其实Steve Jobs 是一个内在矛盾 纠结 疯狂 善变的一个人 有人说 她同时是一个圣人 她是一个魔鬼 也有人说 她是一个狂人 很多 但是 不是Steve Jobs 而是她一生 都不知道自己 到底是谁 这么成功的 后来她被这个 一个蓝领的 她的养父 叫做Paul Jobs 领养了她 她的妈妈是一个 积葬员 但是她的父亲 这个继父 全然的爱 尽她最大的努力 兑现了他们的承诺 就是她原来母亲的承诺 一定要把她养大 结果你知道 这个Steve Jobs 就是不喜欢读书 一天到晚 在学校里面 找学校老师的麻烦 有一次学校的老师 叫了她的继父去了 说你这个孩子 就骂这个孩子 你知道她的继父 就是Paul Jobs 他说不是我的孩子 有问题 是你有问题 哇 这个爸爸 他说不是我的孩子 很boring 是你教得很boring 哇 Steve Jobs 从小在这个爸爸的 爱里面 教官里面 还有他们的祷告里面 这个人成长 很可惜 各位你看到吗 这是他的生父 一辈子都没有见过 你可以看到 面对自己的夫妻 面对自己的女儿 怪不得她会问一个问题 我到底是谁 她却是全世界 最成功的一个人 所以各位 成功 不是所有 Success is not everything 最重要的是 我到底是谁 感谢主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We carry Father's name Amen Amen We carry I carry my Father's name 所以各位 记得 呼吁我 圣灵最重要的工作 各位 仇敌 说你不行 你不行 圣灵就说 No 他绝对行 Amen 当我们暖弱的时候 魔鬼说 你根本不配做神的儿子 圣灵就说 Yes You are the son of God Amen 所以各位 你不要中的 仇敌的诡计 He tried to destroy you 但圣灵却要帮助我们 Amen 所以各位 求主帮助我们 不是我心 靠着他 加给我力量的神 我们在座的 每一个人 凡事都能 Amen And we declare We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有可能 有可能 有不负责的父母 有可能 有错误的父母 但是没有一个 没有价值的孩子 你出生就是有一个命定 你出生就是有一个计划 你绝对不是备胎 你是上帝的A计划 You have a purpose You have your destiny Come on Let's stand up 天父我感谢你 主我在这里宣告 我们不是那个可有可无的人 因为当你创造我们的时候 你已经有一个计划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即便我在母父之中 你已经认识我们 在母父之中 你已经将我们分别为生 主我感谢你 我要说主啊 这一辈子 这一生 我们一定要走进我们的命定 我们一定要走进上帝 拣选呼召我们的命定 主啊 帮助我们真知道 我们是谁的孩子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命 Amen 用一首诗歌 是我最爱的一首诗歌 可不可以把它开到声音最大好吗 不要怕 Loud of the 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 可以再大声一点吗 I've accepted You were condemned I'm alive and will It is within me Because you died and rose again I'm forgiven Because you were forsaken Because you were forsaken I accepted You were condemned I am lying and will Your spirit is within me Because you died and rose again Amazing love How can it be That you my king would die for me Oh yes No more Amazing love I know it's true It's my joy to honor 你有没有因为这位神而感到骄傲 Did you feel the honor You can become the children of God Hard of the尊荣 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Hallelujah Yes the Lord Amazing love I know it's true It's my joy to honor you In all I do In all I do I honor you I'm forgiven Hallelujah I'm forgiven We are forgiven Because you were forsaken Because Jesus paid a price for me I'm in the center You were condemned I'm alive and will Your spirit is within me Because you died and rose again Amazing love How can it be That you my king would die for me Amazing love I know it's true He's made my joy to honor you This made my joy to honor you Oh yes the Lord Amazing love I can only be My king would die for me This made my joy to honor you I know yes the Lord Amazing love Amazing love That's true 那是真的 有一位神 我们是祂的孩子 我们一生所做的 为要荣耀祂的名 主我们谢谢祢 主让我们带着这个身份 离开这个地方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来彰显祂的荣耀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生的名一起说 Amen 好吧我们move out到外面 我们要为Renee来举行今天的授习 好吗